非洲猪瘟走私案引起了全台关注 由于病毒会透过厨余 对猪肢造成感染死亡的风险 所以养猪大县云林县就非常紧张 尽管县长张立善上任之后 就禁止厨余养猪 不过也担心有猪农考量到了成本问题 会偷偷喂食 因此农业处全面清查 下午就针对了12处养猪厂来突袭检查 一旦发现违规最高开罚300万 养猪场饲料槽内仔细检查 确定猪肢吃的是饲料而不是厨余 看得出来实际就是饲料没错 对没错 你进来猪场之后 就会有浓浓的这些厨余 它稍微发酸的一些胃老 眼睛看鼻子闻还要检查 饲料调配场 饲料袋内装的是否有问题 非洲猪瘟走私案件引发全台关注 尽管人吃下肚不会对身体造成影响 但未吃完的厨余一旦进入猪肢体内 就可能引发感染死亡 就怕病毒从口入 因此于宁县农业处全面击查 下午针对12处的养猪场突袭检查 一旦发现使用厨余养猪最高可裁罚300万元 虽然中央允许碰煮过后的厨余喂食猪肢 但身为养猪大姓的云林县 现场张立善上任以来就禁止厨余养猪就是担心成为破口 而全国肉品市场连续休市三天碰巧又发生越南走私猪瘟事件 是否对猪价造成影响 云林肉品市场表示休了三天再开市价格稍微回跌时正常 请民众不必恐慌 记者郭正义有您报道